刚起来困死了 今天大海很暴躁 听起来 声音特别大 我要煮杯咖啡去 刚醒 我老婆去带狗尿尿 这个狗啊 早上起来 这种喊 他嘴里拿着塑料袋 那你拿着吧 他嘴里拿着塑料袋 他嘴里 我老婆带着去上厕所 咱俩回来一起去买咖啡 那你坐咖啡行吗 行 我来坐吧 走了 我来坐咖啡 看我家小叔饿的 他也跟我们来海边同家了 早啊 奔着了就寄了 奔着了就寄了 等会打扫我去做咖啡 别开那个 我来坐咖啡吧 我来坐咖啡吧 把它放这 大家看 刚醒眼睛是肿的 头发也是乱的 满脸都是油 而且眼睛我感觉特别大 现在就咽皮 中眼泡 本来眼睛就小 你这样弄的话 眼睛更小了 没了 喝杯咖啡 没人最重要的事情 炫耀一下 炫耀一下 这是我昨天 又去 买了个小杯子 这是我喜欢的咖啡店 看这个是意大利国旗 这个就是没别来提的 意大利 意大利的意思 我特别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 话不多说弄咖啡 我老婆弄的咖啡壶 也不洗一洗 每次煮完了她就往这里一扔 就我来洗 也不是我来洗 我是偶尔洗 偶尔洗 我老婆看到这个视频 什么时候我走呀 你洗了 我其实说真的 一点夸张的颜色都没有 我老婆要是不喝咖啡 早晨的话 他有 他有严重的咖啡因的依赖 如果他早晨不喝咖啡的话 基本上 这不是开玩笑 他就会跟我发脾气 就是不一定哪句话 他马上就会爆发出来 这一早晨就把我的心情给毁了 所以我强烈不建议他借咖啡 我总说出来 他要是借咖啡的话 那就是借掉我的幸福 这没有什么区别 海边的这个房子就没拿那个 那个我心里上面买的咖啡 海边这个长期放在这 我家的烟花器 那么燃气 这个应该叫烟花器的 那个打火的坏了 所以我用火柴 对了昨天买被子的时候 我又偷偷买了这个香草 香草的咖啡我特别想喝 结果我老婆就不让我打开 因为海边比较潮 家里以前的咖啡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呢 现在就喝以前的 刚才我拿的那罐子 但是我特别喜欢喝这个 所以我老婆昨天晚上 一直不让我买 然后说海边潮 咖啡打开之后 就有水 就湿去那个味道了 所以现在我也不敢打 但是我现在在没有喝咖啡之前 我把它打开了 他那个精神还处于这种极度紧张的状态 暴风雨就是我 等会还要跟着出去吃一个牛角面包 所以我不想 找到暴风雨的攻击 聪明的男人 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咖啡壶咕噜咕噜 听这个声音 好了 这个是解救我人生 还我幸福的还魂套 我老婆不让我拍她脸 因为早起 我一个大男人就无所谓了 一脸油 我老婆虽然没有油 但是她早起有点困 状态不是特别好 看 你喝这个 这个多 老婆 烫手 你喝这个 这个多 找的给我 她说话都不想说 这一看就是早起来的状态 走 出去喝 这杯咖啡敬给大海 来 还是我喝掉 早起的一天 完美的一天 从这里开始 我亲爱的 还魂汤 我把我家小猪再清理一下 打扫一下 每天这个死太多了 养它真不好养 我记得有这个网友问我 他也想养荷兰猪 问我容不容易 我说 这东西是挺可爱的 但你要养它 基本就是个责任 因为它能活5到8年 活时间长 这不就是个责任吗 一天要打扫两次以上 因为它边吃边辣 有时候一边躺着吃一边辣 所以每天就收拾这个东西 都特别难 我不是说你 你现在太能辣了 年龄越大 这份量越大 而且还一边吃一边往外排 哎呀 就你一天天的 来天天 一天天的 它的小嘴从下面看特别好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 跟那个小黑车会似的 烫给你馋的 听到他叫的声音了吗 来 就叫 给你菜吃 给你菜吃 他吃这个菜啊 一天就这个一头啊 得吃一头半吧 这个小菜在意大利还不便宜呢 因为荷兰猪自己没有创造VC的能力 所以必须要给他吃颜色深的菜 要不他很容易得病 吃吧 那我跟我老婆自拿去买早餐 买牛角包 我就不洗脸了 把头发扎起来 你洗脸 没那么费劲吧 我就不洗了 你为什么 你要 我有点油 这个就相当于对面来车的相当于反光镜一样 给大家看看我 咱们82年的自行车 人家82年的拉飞 不是84年 过来 乎了零不响 然后其他都响 然后大家看 我刹车刹的 刹车也不好使 把这个拖鞋都干费的 用脚刹 看 我就穿这一身咱们去吧 走 我老婆把那个不响的拿走了 把这个响的给我了 哎呀走 看这个车伤修上了 海边太潮湿了 前面就是大海 大家听到没 这刹车声 哎呀我从这边下去 等会一骑下来更响 哈哈这个声音 从这出去 看我老婆骑的还挺快 他一上自用车就相当的澎湃 我这个自用车澎湃不起来 今天天还行 就游几堆云彩 但大海下去比较危险 浪太大了 我穿的这个大拖鞋 看到没 骑自用车一蹬一蹬的 我感觉有点 有点土啊 不过也还好在海边 噢 那个灯是掉下来的 上次 他非要往这个海边骑 绕一圈 因为他最喜欢在海边这边住 早上人过来骑骑车 买个面包 然后晚上跑跑步 对我来说这个自行车 太折磨人了 听 听的声音 除了零不响 哪都响 这些大海 看的挺平静 但是在海边就是 比较大的浪 早上起来没什么人 有没有玩游戏里面像那个 狭盗飞车一样 看 意大利的绿伞的山蹦着 这么看就能看到浪有多大了 能冲浪了今天 这边还有点翻着绿色的 这个海水这样的规模 我就不敢下去 太猛了 就是意大利人常说大海 千万不要相信大海 大海是个骗子 看我们点了什么 老婆你显示一下你的 我的是咖啡 加1.0奶 看不到的 里面有一个白的 它是牛奶 我的是 我刚喝 我俩刚喝了一杯 但是他必须要多喝一点 要不我今天就遭罪了 咖啡是吧 我今天醒不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看我早上的视频 我老婆不太说话 刚开始呢 她是戴着耳机 早上起来听听这个清音乐 我早上不喜欢说话 听不到我 然后我跟她说话 早上起来她也不太说 我喝的 又喝了一个咖啡 但是 是牛奶咖啡 这个 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角色 看 这个牛角包 我要的是空的 大家看的里面是什么样的 不对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 嗯 这是可爱吗 我要的是空的 里面有巧克力的 还有这个 奶油的 我要的空看 嗯 两个都有奶油啊 两个都有奶油啊 那你吃吧 那我吃吧 我要的是空的 什么都不带的 嗯 特别的软 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个早餐 就是我俩在海边住的时候 一般在市里 没有这么好吃的牛角面包 就在这个海边 我买的都是那硬硬的 那下会儿我也探索一下 但是海边的牛角面包 这家的还有那个 那个地方的特别好 吃完了 回家 大哥 这是个坡 慢点 哦 没有没有车打 突然来个急坡 我这个车都 hold不住啊 来了 哇 一黄眼到家了 这里边给大家插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破烂的自行车 大家看这个自行车 呃 看起来确实挺破 骑起来 能骑 但是想太想了 但我跟大家说 这个自行车有2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20多年 现在还能骑 最重要是什么 它放在海边 全都生锈了 海边放一些被啊 所有的东西 腐蚀性特别强 因为这空气湿度太大了 也从来没有保养过它 就20年这么放着 还能骑 这已经很不错了 另外这个牌子叫 中文名字 骑自行车的 就玩自行车的应该知道 叫彼岸骑 就是自行车中的法拉利 这个不是 不是像我之前开玩笑的 法拉利在损它 它就是这个品牌 在意大利 就属于 在全球吧 就是自行车中的法拉利 特别好 所以 也还行 骑着不怎么丢人 虽然我的拖鞋有点丢人 新鲜的一天 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海边 这个 我老婆就是起床气太大了 这个 你自己承认吧 我承认 承认对 就早上起来相当暴躁 就所以 我不让她接咖啡 对 没法 你看 现在还有点没缓过来 行了 我喝了好多口咖啡 我也喝了好多 我喝了两杯 加前面一杯 但是我还觉得脑子磨溫的 脑子磨溫的 我是 我是没喝馅还行 一喝完了我脑子现在磨猛的 我干了两杯 有点喝多 我有点臭臭 最后大家记得 关注我 哈哈哈 关注她 对 意大利女孩下面 记得 喜欢订阅我的账号 然后点赞 转发 加留言 有什么想说的 那咱们就在留言区里见一下 这个 你看每次我的脸 大家看一下我的脸 是不是显得挺大的 其实是因为我离得近 但是我移回来 你看 这我脸就小了 不是 一样的距离 你看 行吧 怕脑袋 跟大家 拜拜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